女车手坐进白色休旅车里 正要向被害人取款 但她早已是瓮中之鞭 警方眼看嫌犯已经上钩 随即也坐进车内将人逮捕 另一名在远处监视的同伙 健壮当场拔腿就要跑 但跑不过警方也被压制逮捕 日前台中一名建设公司的老板 遇上了投资诈骗 已经被骗了220万要不回来 对方再度要求加码投资708万 他果断决定报警处理 警方也请他讲解就计 准备了同样金额的现金 假钞混征钞 因为车手在台中大安区 一处超商前要面交 成功逮捕了两名车手 警方表示因为受害者是公司的老板 所以提领巨额现金 也不会被银行怀疑视镜 但没有人提醒也让老董掉进陷阱 说信他自己警觉有意 才没有掉进第二次的骗局 赔更多的钱 TVBS新闻 李正成黄国军的反映台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